五年前一周刊曾经报导连战一家人到纽西兰去 多么奢华的这一趟行程 结果被连慧欣以违反双方签订 报导前先应该要求证的这个约定 结果一状告上法院了 现在判决一传媒得要赔偿两百万 这次连慧欣告一周刊已经是五战五胜了 一周刊要登连家的新闻 是不是真的查证一下比较保险 大姐连慧欣很火大 一状告到法院 现在判决出炉 一周刊和当时的社长裴伟得赔偿两百万 这也是连家控告一传媒联悟胜 这几年就是他一直把我们家人当做 就是说好像消费的目标吧 对不对 你一二再再而三的 一周刊屡次拿连家做文章 其实93年一周刊就报导连战家暴挨告 一周刊背叛败诉 还和连家订定协议 往后报导连家的新闻需要先求证 否则就得赔偿两百万元 第四天就被人家这样子用这种 几经恶劣的方式 这种抹黑啊 攻击啊 夸大不择的方法来 我想没有人会高兴 没想到一周刊完全不顾 这项协议 又连续好几次刊登连家新闻 向连顺文夏威夷奢华婚礼 蔡一山怀孕身心曝光 连婚新200万名居 由纽西兰超高党 五次报导连五百 总赔偿金一千万 但为了捍卫生育 只要不查证 连家肯定继续告下去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